这个台湾当局在各方面的建设 比较有发展的阶段 胡适先生呢 除了在台湾的地位 非常的特别之外 那个玻璃给他住的那个房子 后来就直接被这个相关的单位 官方的单位指定保留啊 而且除了他的雇居被保留之外 当地南港的这个士绅呢 还捐了一块地来盖这个胡适墓园 所以为什么胡适的雇居 在台湾保存的比较完整啊 除了跟胡适的地位很特别之外 另外也跟当时的整个国民党当局 在台湾各方面的发展建设 其实是比较已经有进步了 有关系 所以除了像是胡适的雇居 被保存的比较完整以外 刚才江教授一开始有提到 像林米唐先生 他在阳明山所在台北居住的那个雇居 保存的也相当不错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胡适在台湾的地位 有很重大的关联 当然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哈 发现胡适先生一生呢 他是推崇自由和开放的 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啊 却又很传统 你比如说他的婚姻就是由母亲包办的 那么江教授在胡适的故居里面 是否可以看到他这种既推崇改革 又受制于传统的性格特点 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 帕太太没有什么不好 在台湾帕太太都可以当领导人 不论是现在的马英九或者是过去的陈水扁 那胡适先生呢 当然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呢 好像从这个文献跟资料 还有相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有人认为说胡适呢 他是非常巨内的 如果参观他们的故居当中 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相片 这个相片非常著名 就在他的故居当中有一张相片 有一张是全家福的 那么就是胡适的太太江东秀跟我同姓 江东秀端坐在大太师椅上 佛有一家之主这个架势 而胡适看到儿子归归归归的 垂手站立在两侧 那种感觉谁能够拒临天下的味道 就不言而喻的 那胡适的故居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摆设当然都是以这个女主人的喜好 跟偏好为主 至于胡适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当中好像表现的比较没有 他的家庭当然所展现的是比较摆设 看得出来是比较拙樸的 也就是说他是属于一种比较实用的 务实的甚至是着樸的 不像胡适呢 给一般人感觉是在那个年代的比较开放的 比较洋派的甚至是比较自由的 在那摆设当中看得出来 胡适的思想跟生活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么在台湾早期的政治人物的故居当中呢 最有特色的呢 可能要算阎西山的故居了 据说啊 是仿照山西窑洞的样子建造的 我们也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一下 阎西山的故居在台北近郊 阳明山的后山非常僻静 受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栏目委托 前去拍摄的台湾记者 也狠废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那里 放眼望去 故居旅杂草丛生残垣断壁 一直守护着故居的张日明老人 与阎西山是山西同乡 从15岁开始就跟着阎西山 今年已经70多岁了 他说1950年阎西山卸任之后 就搬到了这里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 那会儿也没有电 我们这里一直到43年才有电 电话能从才有了电 那个时候吃了30年 电蜡烛 就是在他写作业时 也在蜡烛 张日明老人说 最初这里干了五间十民瓦的房子 按照阎西山的要求 门窗都继承山西窑洞的形状 但是台湾的气候 闷热超湿 阎西山受不了 后来又盖了另一栋石屋 石屋的外墙上 镶嵌着一块石刻 讲述了阎西山 在台湾建造窑洞的原因 石屋正中的一间房 设有阎西山的灵堂 迎面墙上挂着孙中山提携的博爱 房间两侧 整齐的马放着阎西山的著作 石屋的其他房间 正在整理当中 阎西山的灵雾 距离故居只有几百米远 目前台北市政策